Laplacian F 它就是Divergent of Gradient F 它就是这个 好,那现在我们从Gradient F开始 在一般坐标里头 Gradient F等于什么呢 Gradient F 它是等于 H分子1 Parsal F Parsal Q1 U1 再加上 H2分子1 Parsal F Parsal Q2 U2 再加上 H3 Parsal F Parsal Q3 U3 等于我们要用到这个component 而这个component呢 很多 就是比较复杂 写起来很麻烦 所以我们就先把它分成这样子 它就变成Gradient F 的第一个component 再加上 再加上 Gradient F 它就变成Gradient F 它就等于这个东西 它就等于这个东西 H分子1 Parsal F Parsal Q1 这个component等于这个component等于这些 那现在我们看 Parsal Q1 就是Divergent of Gradient F Divergent of Gradient F 我们三次 这是一个向量 F是纯量 但是Gradient F 是一个向量 那么一个向量的Divergence 我们不是导出来过吗 它是等于H1 H2 H3 然后这个里头就是等于 Parsal Over Parsal Q1 这可能要大括弧了 F1 H2 H3 好 再加上 Second Component Third Component 好 这个是Gradient F 我们现在 再把这个东西带进去 这三个带进去 OK 再把这个带进去 它就等于 H1 H2 H3 Q1 然后这个里头 就变成 这里原先有一个H1 那我们就把 这个先写 这个写在上面 这个写在外面 这个要带进去 Q2 好 这个就是一般坐标里面的 La Placian 那现在我们先用迪卡尔坐标 的各种参数带进去 看一看它会不会跟我们 直接由迪卡尔坐标 导出来的一样 Cartician Coordinate La Placian F 等于 H1 H2 H3 都是E 那这个就是E了 外面就是E了 那这个也是E 那不就变成 Parsal平方F Parsal平方 X平方吗 对不对 所以它就是这个东西 第二项就是 Parsal平方F Over Partial Y Square 然后是Parsal Square F Parsal Z Square 那跟我们导出来的一样 所以现在你就相信这个了 对不对 那我就把 现在我们看圆柱坐标 我们 圆柱坐标 H1等于E H3也等于E H2等于Row 所以这个外面 这个分数就是Row 分之1 好 那这个 这个是E 这个是E 这个是Row 那QN也是Row 所以它就是等于 Parsal Over Partial Row 乘上Row 再乘一个 Parsal over Partial Row Parsal F Parsal F over Partial Row 第一项 好 第二项呢 它是Parsal 第二项 那Q2是Parsal F 那这个是Row Over Partial Q3 Q3 是Z 好 好 里头呢 这个是Row 这个是E 这是Row 那么再乘一个 Parsal F Over Partial Z 现在我们把它展开 展开还是保持三项 所以我们就得 圆柱坐标的Gradient F 第一项是Row分之1 Parsal over Partial Row Row 再乘上Parsal F Parsal Row 第二项 因为它是对Phi 做Parsal Derivative 那么Row 对Phi来说 是一个 常数 可以提出来 所以这个Row 跟这个Row 合并 就变成Row Square 那里头就变成 Parsal Square F OVER Parsal Parsal Phi Square 好 第三项 这个是Parsal Z 怎么会写成Z呢 所以你们上课要注意我写的 有时候会写错 有时候会写错 Row对Z来说也是常数 那么这个Row提出来 跟这个Row约掉了 所以它就直接就变成Parsal Square F OVER Parsal Z Square 这个就是圆柱坐标里头的Lapartian F 圆柱坐标以后要用这个 好 最后一个 我们看球坐标 球坐标我们也直接把它的各种参数就带进去了 Lapartian F H1 H1 H2 是R H3R Sine Theta 所以它就是变成R平方 Sine Theta Parsal Parsal Q1 就是Parsal R 好 里头 H1 分之 这是E 这个R 这个R Sine Theta 所以R平方Sine Theta 然后再乘上一个 Parsal F Parsal Q Q1 Parsal R 这样咋了 好 第二项 Parsal Parsal over Parsal Q2 就是Parsal Theta 好 里面 这个是R 这个E R Sine Theta R跟R约掉 就只剩Sine Theta Parsal F Parsal F Parsal Theta 好 再加上 Parsal over Parsal Phi Parsal Phi 这个地方是 1 R R Sine Theta 所以Sine Theta 分之1 后面是 好 现在我们把这个 沉进去展开 还是保留 三项 所以 La Plague 选F 我字是不是太小 后面是不是看不见 我写大一点 有没有写错 这个是 我写错了 马上要讲 我写大一点 我们把这个沉进去 第一项 那么这个对R做 偏微分 Sine Theta 对它来说 是一个常数 所以可以提出来 提出来 就跟这个地方的Sine Theta 约掉了 那就剩下这个 好 第一项是这个 好 第二项呢 第二项 这个都没有办法提出来 那它就是 那它就是 R平方 Sine Theta 分之1 Partial Partial Theta Sine Theta Partial F Partial Theta 好 第三项 第三项呢 Sine Theta 分之1 可以提出来 跟这个 合并 它就变成 R平方 Sine Theta 分之1 然后乘上 Partial F over Partial Phi 就是三项 这就是 Laplacian F 那我们所用的 这几个 Gradian F 什么地方 二十位分 二十位分 这里还有一个 我们学的 我们学的这几个 Operator Gradient Divergence Curl Laplacian 那现在 各位都知道 迪卡尔坐标 是什么形态 迪卡尔坐标 应该是 最简单 我们最熟悉 圆柱坐标 跟球坐标 现阶段 我们要大量的用到 跟一年级不一样了 那么 所以 你们要 像这个式子 你 做习题的时候 一定要写出来 就是说 我们要用到 Laplacian F 或者用到 Divergent A Curl A 你就要把这个式子 写一遍 那么写 你做五次 就写了五遍 你起初当然 记不住了 都是照抄的了 但是你抄了五遍了 第六遍 你就不用抄了 你就写得出来了 这个叫做 你从做习题里面 把这个公式 把它记住 记公式要这么记的 不是说 我们拿着公式 列成一张表 然后早上起来 好像到公园里头 背英文单字一样 拿来背 Grading F 是什么什么什么 那个你背不出来的 我们要马上用 用了 用一次 用两次 三次 第五次用完了 你想忘都忘不掉 那么这个就是 这个公式 你要记住 最后最后 我们就是谈 这个Lapalachian 是对纯量来说的 如果有一个向量A的Lapalachian 我们以前讲过 迪卡尔坐标的 那现在如果是球坐标 是圆柱坐标的时候 它是什么样呢 那我们就 用这样的一个横等式 向量横等式 各位把这个 稍微 多用几次 你就记住了 Curl Curl A 你可以自己试着做 先把A做它的Curl Curl以后不就一个向量吗 对不对 这个向量再做一次Curl 看看等于什么 我把这个横等式写出来 它就等于Gradient Divergent A 减 Lapalachian Vector A 那么从这个式子里头 你就知道这个 Lapalachian Vector A 等于什么东西 Lapalachian Vector A 它就是 Gradient Divergent Divergent A 减掉 Curl Curl A 比如说 A是个向量 你要求这个 你就从这边画 不管你是用求坐标 还是 圆柱坐标 A的Curl 你会做 对不对 Curl完了以后 它还是一个向量 再Curl一次 当然会做了 这个是A的Divergence 就变成一个纯量 这个纯量的Gradient F A Gradient 你不管什么坐标 你也会做 那这边都会帅 你就可以得到这个东西 好 那我们 数学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我们一次不要介绍太多 你先把这个消化了 那我们以后要用到什么 我们再来 前面讲这个 这些数学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都懂了 那个过程 我们都了解了 过程了解 你要记这个式子 你记起来 才很放心 如果说前面过程都不知道 我就告诉你说 Le Prussian F就是这个 你就照这个做 心里头一千个疙瘩 我跟你讲 为什么这样子 就是做起来 就是不痛快 因为我不晓得它是怎么回事 怎么来的 那现在你知道怎么来的 即使你整个过程都忘掉了 但是因为你走过一次 你知道它怎么来的 知道它是有来源的 所以你再记它呢 心里头就很舒淡 那么 所以现在你们以后用它 就会不会说 心里头不舒服 啊